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众所周知,黄晓明和杨颖的世界婚礼曾轰动整个娱乐圈 圈内的很多明星大佬都曾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时刻 但尽管如此,黄晓明和杨颖依旧没有白头到老 2022年1月28号,黄晓明和杨颖官宣离婚 结束了长达7年的婚姻生活 他们的儿子夏海绵也成为彼此之间的一个纽带 很多人说杨颖是靠黄晓明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但事实证明,离开黄晓明的杨颖依旧可以在娱乐圈生存下去 只不过资源少了一些罢了 假如避开事业和能力不说 杨颖和黄晓明还是挺般配的 从黄晓明对杨颖的各种宠爱可以看出 彼此还是真爱过 但至于为何离婚,至今是个谜 黄晓明和杨颖离婚之后,很多网友表示可惜 人当初举行的盛大的童话般婚礼 至今还留在粉丝们的心里 他们二人的离婚也成了很多网友心中的一难评 加上杨颖前段时间在综艺节目中透露 对于离婚的这件事有些后悔 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孩子 因此很多人希望两人能复合 毕竟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作为连接 复合对双方都好 可是这些都是粉丝的一厢情愿 黄晓明和杨颖离婚之后 就火速和网红叶科打得火热 而杨颖也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工作中 两人之间的交集好像也是少得可怜 尤其是黄晓明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陪伴网友叶科 两人一起去爬山拜佛 一起包汤圆 一起看画展等等 甚至前段时间 网红小胡静还晒出了黄晓明和叶科一起参加聚餐的视频 视频中黄晓明坐在叶科旁边 两人关系非常亲密 看到这样的视频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虽然很多人希望黄晓明和杨颖复婚 但是看到黄晓明和叶科这一年当中 感情还算稳定 很多人也打消了想让两人复婚的念头 毕竟感情这种事情 不能靠强求 如果确实不合适 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也没有什么 对于新恋情 黄晓明从来都没有正面回应过 这些也都是网友的猜测 让人没有意料到的是 就在某网红晒出黄晓明和叶科的聚餐视频后 叶科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 网上的很多消息都是造谣 已经准备对造谣他的人进行起诉 这样的操作也算是对小明哥和他恋情的一种否认 本来大家以为黄晓明和叶科感情很稳定 没曾想郑主竟然亲自下场辟谣 让这场恋情夭折 而在12月15号 有媒体爆料拍到黄晓明在深夜进入前期杨颖所在的小区 且一夜未归 更巧合的是 结束工作的杨颖也在同一时间回到了自己家中 黄晓明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前期的小区 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猜测 大家纷纷表示 这怕不是要复合的节奏吧 根据视频来看 当天小明哥身穿脸帽外套 搭配黑色长裤 和一众友人在上海一家烤肉店聚餐 因为是和朋友们的聚会 算是私人行程 因此小明哥身边也没有助理陪同 聚餐结束之后 小明哥率先走出烤肉店 和一众友人道别之后 小明哥乘车回家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 从在烤肉店的时候 小明哥就拿着手机和别人打电话 并且看上去心情很好 这个电话一直打到和众人道别 小明哥一直走到车上时 电话也没有断掉 可以推测出 电话那头的人应该很重要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小明哥开车没有回自己的豪宅 而是来到了前妻杨颖所在的小区 并且进入小区后 就一直没有再出来 这样的行为也直接引起了网友的猜测 觉得小明哥和杨颖可能已经复合 其实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毕竟两人之间有小海绵 并且离婚时双方就协商 孩子由两人共同抚养 所以黄小明和杨颖之间 应该一直都有联系 虽然从离婚后 我们就没有看到过 两人一起带孩子的画面 但是两人轮流带孩子的场景 网友们也是遇到过很多次 这一来二去的很有可能旧情复燃 杨颖曾经在节目中还提到 和小明哥离婚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什么出轨和小三 就是因为两人聚少离多 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导致这段感情失去了原本的甜蜜 这样看来 两人之间的离婚 可能只是因为双方的不成熟和不愿意退让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两人之间可能还有感情 加上夏海明的调和 宠归于好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而黄小明的绯闻女友叶柯 更是直接否认两人的恋情 直接都是谣言 要知道 之前叶柯的社交平台 几乎是天天更新动态 暗戳戳凶爱 可是在否认恋情之后 叶柯很少在社交账号上 分享生活动态 可能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已破裂 黄小明还是觉得杨颖更好 选择和前妻宠归于好 媒体还爆料 隔天杨颖从小区出来的时候 心情超级好 穿着运动服 戴着鸭舌帽 看起来非常开心 甚至走路姿势都和平常略有区别 看起来十分雀跃 甚至偶尔还会蹦跳一下 很多网友猜测 杨颖心情好的原因 是黄小明前一晚上的留宿 坐的车似乎也是前一晚 黄小明开来的 媒体也没有看到黄小明出来 显然是打算在前妻家 继续住下去 从画面中看出杨颖 还是非常开心的 似乎有好事会发生 而黄小明和杨颖复婚的话 首先收益的一定是他们的两个孩子 孩子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父爱和母爱 要知道一个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包括性格 处事方式等等 其次就是黄小明自己 黄小明这两年投资失败后 先后也接了好几部戏 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事业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这让他的生活条件得以提升 自然杨颖也就有了复婚的想法 毕竟还是原配好 两个人目前都没有新的感情出现 虽然黄小明有一次新恋情的传闻 但目前也只是猜测 黄小明并没有回应过 所以是真是假 还有待确定 但是让黄小明自己选择的话 他可能还是会选择和杨颖复婚 一方面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在的 另一方面也都是为了孩子 其实在离婚之后的这一年里 两人却常常传出复合的消息 譬如baby在深夜登陆社交账号 查看前夫黄小明的抄话 除此之外 黄小明还带着儿子跟baby的好闺蜜 一起参加亲子活动 两人还曾被拍到 前夫后继前往某寺庙 这种小细节总让人怀疑 他们互相还念的对方 而杨颖自从官宣离婚后 一直没有新恋情传出 媒体倒是没少拍到 她和儿子想要海绵在一起的温馨时刻 前不久杨颖罕见在综艺节目上 谈到关于感情的感悟 她说的话 现在看起来还是蛮有深意的 在谈到单身月酒 开启一段新恋情是否更难的话题时 杨颖说自己从前谈恋爱的时候 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 分开之后就会觉得不习惯 但后来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 就会越来越害怕去开启一段新恋情 因为你会害怕回到两个人的生活 最后会不会重蹈覆辙 最后杨颖总结 她觉得越长大 就会越难去开启一段新恋情 杨颖还感慨 在感情中要改变对方是很难的事情 如果你硬是要改变对方 总有一天问题和矛盾就会爆发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被改变 她之前也说过 爱情里没有对错 但如果有一方先退缩了 自己想要做出改变也无济于事 今年才33岁的杨颖 似乎因为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生活 对未来的感情生活变得更为谨慎 让人觉得心酸的是 前不久 小海绵给黄晓明庆生 当时她还在气球下 画上了两个小人手牵手 一旁有一个爱心 似乎是已经知道了 黄晓明跟baby离婚的消息 想要父亲跟母亲宠归于好 也正是因此 不少网友都很支持 黄晓明跟baby附和 两人郎才女貌 当时是因为吵架闹矛盾才分开 或许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感情 希望他们能够为了孩子 拙情考虑吧 杨颖和黄晓明 曾经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两个人很多恋爱细节 更是让网友们津津乐道 比如黄晓明在恋爱的时候 经常会给杨颖惊喜 甚至就因为杨颖喜欢吃冰淇淋 黄晓明就买掉整条街的冰淇淋 可以说是十足的宠妻 然后两人在组建家庭 有了孩子之后 更是成为网友们眼中的模范家庭 可是好景不长 黄晓明和杨颖终究还是走到了感情的尽头 最终分道扬镳 网友们除了质疑 还是惋惜 毕竟两个人曾是一段佳话 其实离婚对黄晓明的影响其实不算太大 在离婚之前 他曾经历过一段低谷期 自嘲自己已经掉落一线了 但离婚后 黄晓明不但去犹成功 在娱乐圈的资源不减 稳坐一线男性的位置 反观杨颖在离婚之后 影视资源一落千丈 新剧搭档的都是二三线新人 要不就是作配的角色 就连在他曾经混得很好的综艺圈 也沦为帮人侦查倒水的边缘角色 早前就爆料 杨颖自降身价都没有导演敢用他 他现在的身价已经跌落二线了 杨颖如今唯一拿得出手的 可能只剩下美貌了 当年黄晓明和杨颖结婚 外界说杨颖配不上黄晓明 如今俩人离婚后的发展依然没变 至于俩人是否能复合 还真的不好说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